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让人间 到处的 充满万难 以前的工作 都是为了小家 为了自己 钱再多 就是顶多 同事间或者是朋友间 就是给你按个赞 好像对我意义不是很大 有钱 并不会让我快乐 好累喔 工作好累 好累你还是要做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当你是真心 为他人在付出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在投入的时候 才知道 什么叫做新富 最大富 当你心里是 自己感觉你是富足的 其实你是比任何人 都还要富有 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快乐 很开心 好 把那个 零睡的时间都要捡起来用 现在的科技真的 很方便 随时都可以听吧 这位很会运用零睡时间的时间管理大师 陈淑儒 是花莲环保教育站的环保志工 他平时经营家庭脱雇机构 每天的这个时间 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富康巴士他们必须是完全是轮椅 上下车 那你有些没有坐轮椅的 他们就会不方便 还有就是 富康巴士他没有办法载到 比如说我们环保站 或者是可以帮我载到公园去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那就早上 早上我来接 自己会比较辛苦一些 我们就直接就知道 这个叫幸福 这不是辛苦 这是幸福 你让他有更多 跟社会这些 大众接触的机会 如果 你就像一般机构 就直接只是在家里的话 他们的活动范围就会很小 接触不同的人 看到不同的事物 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每天来 就会想说今天要做什么 今天要做什么 让他们有那种期待 跟你一个人在家里 一整天看电视 然后一个人孤独的在家 那种感觉是很凄凉 你慢慢喝 早上你要买东西 可以自己带袋子 带袋子去装 那老板娘也会给你多一点 尽量自己带 其实我们比较像是 那个长辈的保姆 你们要说 说什么 说老师早 老师早 你也说早 你也说早 他叫你会 会的 他只是声音比较小 他跟你说早安 爷爷 他跟你说早安 坐后面 来 要不要跟妈妈再见 妈妈在哪里 妈妈在那边 妈妈在那边 方说也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只要你愿意 这个翅膀 就会带你飞起来 我是那种来者不拒 你只要你有想要来 我是不会拒收 我这边的个案 有很多是人家退托 就是他觉得太麻烦了 太困扰了 就是不要收的 那我就好吧 那就过来 能够去解决家属的困难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 要面对 这么困难照顾的长辈也好 或者是这些孩子也好 那请问他要去求助谁 换个例子 如果我是那个家长 我会 我会真的很疲惫 我会觉得说 怎么都没有人可以帮我 不 不 你后的意思是什么 音乐 音乐 后是在叫老师吗 是吗 帮手 我说过怎么样 不能讲后 你要称呼对方 你要叫他的时候 你要称呼对方 如果你相信音源 已经这一生 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或者是一起工作 这就是你上辈子 有跟他结这个音 所以这辈子 才会再度跟他重逢 有时候我在想 也许上辈子 他就是我的爸爸 也许上辈子 他就是我的孩子 所以这一生 我才会有这个机会 来照顾他 以前刚开始就是天天这样搬 那个药就很容易受伤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行业 其實也有這個原因 他要稍微翹一下 因為他腳比較長 每天早上陳淑儒都要先開車 去把家拖的照顧對象載回來機構 安排他們做活動還有復健 而且只要天氣好的時候 陳淑儒還會把大家帶來公園 讓他們散步做運動 可以嗎 可以喔 如果不舒服就停下來 然後我就拿輪椅過來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喔 不舒服的時候再坐下來 盡量 盡量 這個是讓他們練肌力 最好的復健就是要先練好他的肌肉 對 要站 讓他延長他站的時間 你站的時候會抖對不對 一直堅持 堅持到他不會抖了 那你就是突破了 那你就是增加了你那個肌耐力 等到你完全都可以站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練習走了 放鬆 放鬆 他左手沒力 我就會讓他用左手讓他做伸展 爬 爬 來 慢慢手爬起來 爬上去 一直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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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稍微有點痛 有點痛 有壓到才有效果 知道嗎 要有一點壓到 會熱了嗎 要拿輪椅了嗎 不用 不用 我們這個伯伯很棒 他都會堅持 自己會堅持要做復健 你說出來都很少了 何況要到醫院去做復健 其實我覺得戶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復健的場所 所以我就跟他們家屬說 來這邊是最好的復健中心 這個因為是他自己想要去動 這樣子的那個力量 就像做環保一樣 他去做環保 他是自己想要去動 跟那個機器帶著他動 那種效果差很多 當他自己施力的時候 他的那個伸張的效果才會真的出來 他自己施力的時候 他自己施力的時候 他一定會變成那種效果 他自己施力的時候 他自己施力的時候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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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吧 還好吧 可以 慢慢來 這樣子剝好嗎 這個給我 這個給我 今天你們想要畫什麼 是不是要接近清明了 清明去掃墓 想到什麼 我讓他們用畫畫 去紓解他們的情緒 我就會說你把 你今天的心情 畫出來 你想要畫什麼 都可以 這也就是抒發他情緒的一個方式 玉國 玉國是我們班的班長 那他是因為小時候 可能那個時候是發燒嘛 沒有注意 所以就有點傷到 那就造成他那個手腳 就有點就 沒有辦法行動 現在是左手可以 他右手就沒有辦法沒有力 他幫助的是因為出了車禍 他傷到腦 不然他四肢都是健全的 走路都OK的 以前如果沒來加拖的時候 他媽媽是務農的 一大早就要出門去 去採菜或採水果 然後就要去市場 所以就是讓他一個人 關在家裡 關在家裡做什麼呢 就是睡覺 所以他養著這個習慣 就是每到一個時間 才就是所愛的 爺爺是我們的開國元 爺爺他是 以前是鐵路局的 他是開火車 是火車 開火車的 他這個屬屬於退化性硬化症 就是他的一些肢體 慢慢會硬化 那我們就是給他一些活動 減緩讓他這樣硬化的那個時間 可以拖延 不然他如果沒有動 他就是一直打瞌睡 一直睡覺 沒有辦法 因為家人上班忙的時候 就是讓他一個人在家裡睡覺 所以這種退化的那個 會越來越嚴重 他是班長耶 你不能對班長沒有禮貌 你知道嗎 我說過什麼 我要拿 我要處罰囉 來 給你 我必須要給他一些規矩 不然的話他就是 以後長大 媽媽不在的時候 他在外面就會被欺負 所以要把他的一些習慣要養好 分的分享 彼此的人生 看到他這個樣子 其實心裡就有點感觸 對啊 就覺得自己 如果自己孩子是這樣 你會捨不得這樣 二十幾歲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他的一些行為 真的就不是他自己故意的 這個是什麼 爸 我就覺得應該要代替家長這個身分 因為家長畢竟他是屬於單親家庭 那媽媽一個人這樣帶三個孩子 確實又要工作 其實是不簡單 所以我是希望說在我這裡 我能夠做多少 就是盡量能夠把他這些 不好的習慣去掉 你這個時候不矯正 就像現在有一些社會問題 就是他在這個時間還可以 還可以矯正的時候 沒有給他一個好的習慣養成 所以變成他人格發展就會偏差去了 嗯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OK了啦 雖然白天在家脫機構忙了一整天 下班後的陳淑儒仍然不能休息 因為他還要趕緊把自己的身分 換回一位母親的角色 等一下大概五分鐘 要煮個五分鐘 讓它熟了之後再 軟了嗎 嗯 軟了嗎 有沒有 軟了之後才可以灌掉火 不好意思喔 你的鍋子沒有洗乾淨耶 好 好 過來重洗來 唉唷 很麻煩耶 我剛剛明明就已經洗過了 明明洗乾淨啊 蘿蔔要削嗎 好啊 我喜歡削削的 不能削東西 可以啊 我削了喔 那好 小心手喔 你怎麼用那個削啦 不用這個削啦 不行 慢慢來不用著急 然後呢 我只要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這個以我小朋友不會的 這如果有國小不會的話 他逼不了你 一定要訓練他 因為 他是屬於那個比較特殊的 所以老師就是 我要增加他一些那個 生活的一些技能 他有上那個職能課程 從書本上教他一些生活常識 所以老師是說 其實在生活中就帶著他做 那這樣效果會更好 復健師就說啊 因為他小時候 他在那個兩歲以前的黃金發展期 他錯失了 就是我們那時候都是送給那個 鄉下的那個保母帶 沒有跟我們住啊 所以 他有一些動作就沒有出來 所以就會影響他那個 腦部的那個發育 生活上精細動作 這個這些都是小學訓練 比如說自己扣扣子那種有沒有 就是讓他練習兩個手指頭的 這個就叫精細動作 然後像切菜就可以集中他的注意力 他有點那個過動還有注意力不集中 這個都可以就是訓練他的那個注意力 藉由做家事的時候就是可以 就可以訓練到 沒有我們就很好 你現在 我這幫人是削蘋果好不好 我這幫人削東西 你現在比較好了齁 水不要加下去 水不要加下去 OK 不加了 已經加了就去加了 不行不要再加了 不要再加了 那個是不用加水的 只要有機會就要訓練孩子 能夠治理 就像我現在 我帶的那個孩子那個幫碩 誰知道 十幾年前也不曉得他會這樣子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 就已經鍛鍊他的一些 基本的生活模式的話 他就 其實那種潛意識 他就已經進去了 他還他就會做 其實有長生 如果我不會做飯也沒有關係 做菜也沒有關係 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老婆會幫我做 哪裡 哪裡要跑得到老婆 萬一老婆也不會煮菜怎麼辦 那就找 那就今晚找一個溫柔的 溫柔的 溫柔的 你不是要跟我講 你要當清修士 不要 這都是為了我要 讓你說開心的 要讓我開心喔 是為了這個嗎 對啊 師傅說的 什麼孩子的心很痛 就是這樣 年輕時的陳淑儒 是一位成功的防重精英 她曾經為了拼事業 跟先生一起到上海定居 後來因為兒女的教養問題 她在十年前決定回到台灣 對她來說 家庭就是老天給她 最重要的人生課題 出來了 登錄 這是我女兒啦 哈囉 歡迎 你吃飽了沒有 吃飽了 那邊天氣怎麼樣 你還穿很厚 我們這邊很熱耶 今天 我先生其實 在大陸已經二十幾年 現在是在廣東 那女兒呢 是在上海 一年大概就回來一次 你吃什麼 晚餐是什麼 剛開始要回來的時候 是有點抉擇 要回來台灣之前 但是為了孩子的教育 你不回來是不行 因為在那邊 孩子在那邊很難過 站著有看到嗎 如果可以當然是 全家在一起比較好 因為畢竟孩子的成長過程當中 還是少不了父親這一塊 因為父親的位置 是媽媽沒有辦法取代的 小兒子有學習障礙 大女兒過去也曾經 逃家叛逆 在家庭這個人生課題中 陳淑儒仍然在慢慢地摸索學習 這一關又一關的挑戰 讓她開始去反思自己的人生意義 你看一下 然後年輕 有很久 是啊 嘿嘿嘿 幹嘛 你在幹嘛 生氣了 因為她 因為她 因為有語言的障礙 她 不懂得去 怎麼去表達她的心情 所以像她這個情形 我事後 我會不理她 但她也會自己來跟我道歉 其實這個就是讓她 但是我醜還要靜在心裡 發現那個情緒的也是一個方式 但是我醜還要靜在心裡 不是說我道歉的 我也是醜還要靜在心裡 跟高書學嗎 你很奇怪 不要問這麼多 很多人看我就 你是一個老闆娘 然後就是每天你就是 可以過很好的生活 你在煩惱什麼 很多人不了解 就會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我是那麼的努力 我做什麼事我都是那麼的努力 為什麼我的命運是這樣 為什麼遇到孩子這個樣子 會這麼叛逆這樣 好 人過來一點 這樣 換位子 好 來 師父說 人要為工作而生活 而不是為了生活而工作 來 你做的工作 對你來講 你沒有提升你自己的價值 對這個社會的價值的時候 你就是為了生活 就是為了填飽肚子 有啦 給你賺很多錢 錢這麼多又 又有什麼用 你換來的是什麼 你是犧牲掉孩子 跟你互動的那個期間 你犧牲掉的那個親情 認真去想就是說 你要為了工作而生活 這句話後來我才知道 可以這樣 兩隻腳 兩隻腳 好 溫柔的眼睛 愛用笑顏 溫暖我的心 好了 好了 撿起來了 好 一國我沒有去接她的時候 她就是天天在床上 一整天 那來這裡坐 她就會覺得 別人能做我也可以耶 我也可以 以前不知道 以前總是認為 只有別人可以 我就是要讓人家服務 可是今天來到這邊 原來別人能做我也可以做耶 我們來受贈環保志工好不好 好 看到片 她很開心 我就是覺得我們環保站 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免費運動的場所 也是一個免費附進的場所 在他們做環保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忘記很多那種不愉快的事 來到這邊就多跟不同的人來做一個互動 每天日子都會很開心 最重要的是讓他們覺得說它還是有價值 我們環保福山要修復又要修火 主婦說 我們環保站是在修火 不過你沒有那個火根 我們修火修火 不然那個火根 你的火就會拿走拿爛 拿走拿爛 拿走拿爛 今天人家會笑我說 我為什麼好好的人不做 要來做這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因為是 老公沒有了 兒子沒有了 要欠缺負負 剛開始是因為要 一些煩惱的事情 要放掉的 所以工作讓我自己沒有用 麻痹 要讓我麻痹自己 沒有想到我哪做哪有信心 第一 能夠減少垃圾量 第二 能夠回收 第三 自己不會煩惱 每天都白麻麻 就這樣賣給別人生了 我覺得我自己很驕傲 別人不做的事情我做 我覺得我自己很驕傲 在那裡 今天就要給我